警方星期三抓了一个27岁无业男人 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案件星期五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首次提堂 被告朱启邦涉嫌当日在石门港铁站附近 身穿印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字眼的上衣 和带着印有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标语英文宿舍的黄色口罩 并且拒绝向警员出示身份证 他被控出于煽动意图作出煽动行为 拒绝出示身份证和有意图而有当一共三项罪名 案件押后去到8月7日再讯 被告申请保释被拒 而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他亦都没有每8天提出保释覆核的权利